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8月4日宣布,喉豆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,称此举将提升全美对这一传染病的应对水平。 据CDC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,美国已报告超过7100例,是目前全球确诊喉豆病例最多的国家。 病例较多的州有纽约州、加利福尼亚州和伊犁诺伊州等,这三个州此前已分别宣布进入喉豆疫情紧急状态。 美国劳工部8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7月,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0.1%至3.5%,失业人数降至570万,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52.8万, 员工平均时薪同比增幅为5.2%,高于市场预期的4.9%,不过,当月劳动参与率环比下降0.1%至62.1%,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依然紧张。 当月,美国仍有220万人因企业在新冠疫情下关停或倒闭而无法工作,还有54.8万人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寻找工作。 美国非农就业总人口和失业率均已恢复至2020年2月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,继续强化和支撑着美联储的鹰派立场。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关于国际购房者的年度报告显示,过去一年,国际买家对加州房市的兴趣直线下降,购房交易两年大降60%,亚洲买家下降尤其严重。 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中,加州大约有1.1万次购买是由外国人进行的,同比减少6000次,降幅为35%。 加州连续两年的这种下降,使得最近的国际购置量比2018年至2022年年度的27300下降了60%,亚洲人在大流行时代急剧削减了在美国的购房行为。 在过去的两年里,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和日本的买家在美国购房的份额从14%下降到7%,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购房者的购房量下降了三分之二,至约7000套。 8月4日下午,洛杉矶温沙山一架油站发生多车相撞的严重事故,造成6人死亡,8人受伤。 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和她未出生的胎儿,以及一名婴儿。 这起致命事故发生在周四下午1点40分左右,地点位于南拉布雷亚大道和斯劳森大道的一个加油站。 加州公路巡警指出,事故的原因是一辆奔驰双门轿车在拉布雷亚大道向南行驶,闯红灯后撞上多辆汽车。 事故发生后三辆车起火,车辆被火焰吞噬。 洛杉消防局和加州公路巡警局5日更新报告并表示,目前车祸原因仍在调查中。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8月5日宣布,加拿大政府将于8月19日实行手枪进口禁令,该措施预计将在两周内生效,从而缩短枪支商店囤积商品的时间。 此前,加拿大政府在5月提出了一项法案,将对购买、进口、销售和转让手枪实施全国冻结,极有效地将该国已存在的这类武器的数量限制在目前的水平,但并不完全禁止。 当地媒体报道说,自特鲁多政府宣布冻结枪支以来,手枪的销售量急剧上升,一些立法者对这种在立法通过前囤积枪支的情况表示担忧。 批评者则认为,把重点放在限制手枪的拥有上,对手法的枪支拥有者不公平,而对杜绝非法越境走私枪支的问题没有其作用。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,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,中国外交部8月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。 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,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,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,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访合作, 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,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,暂停中美禁毒合作,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。